来到最后一段的国民没眼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期待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要谈的就是最近非常热门的血验消息 这个血验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产品呢 或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分辨说 有哪几种燕窝 就是哪一种是血验 或者是哪几种不是血验 我们先来进进这个短片 看看了之后再说 最近的燕窝事件 让大马的燕窝叶蒙上了烟来 让万千宠爱的燕窝差点打入农宫 根据报导指出 农机部部长YB蔡志荣反驳 根本没有血验 只有生病的燕子才会吐血 他再三地澄清 这是商家为了生意上的包装 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 有些冬燕是有一定的红色 可是它没有这样红 蠅的红啊 难道你们要吃一个动物吐血的时候呢 你还去吃 那肯定是有疾病而不是来补的 中国浙江省工商部 在市面上抽了200公斤的血验 进行573个化验显示 压消酸盐达4400毫克 比国际的30毫克远远地超标了147倍 血验的存在就是因为 所谓的这个燕窝本来的这个原料 都已经是肮脏了 为什么肮脏呢 他们有所谓的这个燕窝漏水啊 或者是在冬燕 这些那个墙壁上的那个敲屎的那个红泥啊 导致这些燕窝 肮脏或者是一些氧化 蝙蝠大便啊老鼠大便种种的 因为这些都是切发管理的这些燕窝 所以他们的颜色就不然 原本就是不天蓝了的 所以商家就是为了把这些不良的这些东西 把它成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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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价值的燕窝 就变成一个传说中的一个血验 我个人认为这个血验这个字是不应该存在的 燕窝基本上是应该分纯正跟不纯正 那个这个所谓的纯正的燕窝 可以看得到它原有的颜色就是弩白色的 它整个线条都是很有这个完整天然的感觉 整个张星都很美的 这所谓的是天然的 当然要把这个燕窝生产出这个好的这个燕窝 肯定它的颜料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食品安全管理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最重要是要控制这个燕窝的来源 所以在这个生产过程里面最主要就是说 ISO22000的标准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能够危害 或者是这个可能把这个燕窝营养价值破坏的这个过程 加以控制 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 所以我们生产的这个燕窝是要可以说绝对安全的 我真的很少接触这一方面 不过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当然会失去信心 因为我不是航家 我分辨不到那个是真还是假的 只有靠人介绍 我尽量都会去药材店 谁比较有质量 谁去买 不会乱乱在外面这样子买 想到要吃就买的了 注意品质 还有出产地 一般上我们会去比较有信誉的那种老字号的商家去买 以前不知道血厌是这样子来的话 就会选好的 现在不会了 现在就让我们带你用简单的方法做个实验 分辨燕窝的真假吧 来 家里面 看完了之后呢 那我相信在座呢 有一个人应该会失望吧 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天美 天美你会觉得说 世界上没有血验这回事 你会觉得说 哇 让我死了算了吧 会不会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孤陋寡闻啦 我一直不晓得血验是什么 那所以我的钱 没有这样随便的花出去 所以还好啦 那燕窝其实是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会有向往 因为很多的书啊 或者广告上 蛮夸张它的功效的 那当然它有一定的效能存在 当然它的好处大家上网找 我就不要在这边说了 其实我想问两位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燕窝是怎么样加工 没有耶 没有 你看过的话 你会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觉得原来燕窝是这样子的 其实燕窝加工是 它从这个燕子吐出来的东西里面 它收集起来 是完全是不整齐的 是紊乱的 然后它要一个一个这样跳好 再把它弄清洁了 再弄在一起 所以这样子的看 从外观上来看 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看出来 未必是最漂亮的 那个就是最好的燕窝 所以所谓的血焰呢 也是因为之前染上的颜色 要出手的时候呢 不好怎么样跟客户解释 这是它是血焰 告诉你精华的部分 全部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原来血焰流传 流传这么多年才说 没有血焰这回事好像就是告诉小孩子说 长大之后才说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 你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吗 为什么政府没有去取缔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吗 这是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时候 市面上是没有那么多人来享受燕窝的 而今天已经是铺天盖地 燕窝到处都有 特别是在中国 这些燕窝哪里来 之前有没有说在马来西亚 家家户户都养燕窝 你今天去到任何一个小家地方 市庚庄也好或者是帕恒州也好 到处都是养燕窝的这个地方 所以才会发现燕窝越多 这价钱就越跌 所以听起来就是好像说这个社会慢慢富裕了之后呢 人的智慧也慢慢地降低了 好不管如何呢我觉得说其实这个血焰事情也掀起了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社会上还是存在很多黑心食品的问题 我觉得说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除了对自己无愧于心之外呢 我们当然还是要发挥一些社会公民的力量 就是一起去取缔这些黑心产品 好国民院也看呢 我们的最后呢就会带你看看这些志愿场的一些画面 晚安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